好那最後呢 還有一些內容沒有介紹沒關係 那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如果用的是Google瀏覽器 那麼你在開新的頁面的時候啊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叫做web store 我把畫面先切過來一下 在這裡 你看他的下面這裡 有沒有這裡是最常造訪的 對不對 在這邊還有一個叫web store 這個跟我們那個手機的應用程式是一樣的 就是所謂app 但是你也可以在Google裡面用 也可以在Google裡面用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也就是說 你看我點到這邊 有沒有像 微軟windows8 那叫動態專 對不對 跟他是一樣的概念啦 你可以把 你比較常用的程式 應用程式就可以加在這裡面 加在這裡面來用 那像 你如果這樣去找 不夠沒有關係你也可以從這邊去找 他裡面有很多熱門的 當然遊戲是很多啦 但是我們一般那個app都一樣 就有很多遊戲啦 但是 我一般比較常找都是屬於工具類的 那你進來如果是英文的 你來這邊把他設定一下 把他變中文的 這個語言你可以改變一下 應該都看得懂 你看左手邊他是有分類 那我這邊給各位看 幾個 你看我現在回到我的首頁 來 幾個比較特殊一點的應用 像這裡有一個 人體的 互動的3D 他現在有改版 早期那個版本有個好處是 我可以直接用Google翻譯 就有沒有Google有一個線上翻譯 他可以直接翻成中文的 但是現在新版本不行 有點 有點可惜啦 那我就直接開始你要登錄也可以 以各位現在這邊電腦都可以用 因為我去年在講這個時候 我們學校電腦剛換成這一批的時候 我有試過確實是可以用的 好 我這邊先登錄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用Google的登錄 直接登錄進來 過程他會要求你 跟Facebook應用程式一樣有沒有 要存取你的資訊 你可以決定要或不要 好 我這邊現在已經登錄進來 但他還在下載中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在我們這裡 還有一個部分是沒有講的 就是在最後面有沒有 因為 你剛剛都看到了 我們在用的時候他都要求你授權對不對 對 所以 不管你是Facebook也好 Gmail那些帳號也好 我們會建議各位 啟用所謂的兩階段驗證 什麼叫兩階段驗證 就是 你的 我如果只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是沒效的 因為 在我不認識的裝置的時候 他會傳送一個簡訊到你的手機 你了解意思嗎 這樣是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 我很容易就怎樣 你就知道 我的帳號密碼 是不是登錄進去了 所以 Amazon的照片 Facebook的照片 現在越來越多 一樣的概念 所以 你如果用帳號會比較安全 再來就是所謂的 APP應用的程式 跟授權 你看像我們剛剛那樣 如果有些應用程式 你可能 我這次進去 我先看一下而已 但是我就不要了 你要去那個 他的 帳號設定那邊 你可以把那個應用程式的授權取消 你不要說永遠都留著 那你會發現 他們 會存取你很多的資訊 尤其是Facebook 包括什麼 你的資料 還有像剛剛 以你的名義發佈 所以你常 Facebook常會收到什麼 某某的邀請你 什麼事情 有沒有 會覺得很煩嘛 對不對 那 重點是他存取你的資料 還有的是 存取你朋友的朋友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資料 就全部都曝光在 外面 就很危險 那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 你們在用瀏覽器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公眾電腦 或你的朋友的電腦 你如果打過帳號密碼 請問會不會記在上面 會嗎 即使沒有密碼記住 帳號也會記住 的預設都有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所謂的 上網不留痕跡 這個 這個你一定要會 你看一下在這邊 如果你今天要 在不認識電腦要用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叫做無痕式視窗 在Google的稱作無痕式 在火狐的稱作什麼 稱作 隱私瀏覽 IE沒有翻譯 IE叫做implied的瀏覽 你家 有沒有implied的瀏覽 所以如果我用的是Google的 無痕式視窗 你看左上角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 不一樣 表示說你上網的記錄 不會留下來 那當然這不沒有辦法代表百分之安全 可是就是說 至少你 打過去過的 輸入過的 他不會幫你記下來 這樣是提供至少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 這個是 在這邊先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的 那第二個是 請問你有沒有常常在用你的信箱去註冊 你只要常常 暴露你那個信箱 你的垃圾性就會比別人多一點 所以有空的話 這個網站如果你只是要去那邊玩玩 或者是這個 不常用 那建議你 改用拋棄式的 啊 信箱也可以拋棄式啊 為什麼只有隱形眼鏡可以 哈哈哈 對不對 你用這個關鍵字 我們來找看看 拋棄式信箱有很多種類 我大部分都用10分鐘的 你也可以有一些網站 比如說 幾天的 或者你自己指定 你看我大部分都10分鐘的 用完就丟 那這樣你就不會受到那些垃圾性的感染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 有很多啦 但是你可以試看看 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它會自動就幫你產生 尤其很多網站或論壇啊 你要註冊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只是來這邊看個東西 那他又要求我怎麼樣 一定要把Email打進去之後然後會寄個驗證碼給你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看有沒有產生一個密碼的 產生一個Email 那你就停留在這個畫面 如果他有收到信就會在下面出現 但是10分鐘之後 自動銷毀 他就找不到這個人了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可以減少就是各位的那個 收到垃圾性的機會 那再來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 雖然是老生常談 但是 密碼 複雜度以外 請你記得 還是要定期更新 像一般現在網路銀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辦那個網路銀行的帳號 像我有辦的話 很多他們現在都要求 一年要換一次 一年就要換一次密碼 這樣可以比較安全 好可以比較安全 那我不知道平常各位 你的密碼 你看 有個調查是這樣 敢玩起來錄 其實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一下 為什麼有些 密碼比較容易拆 因為他們常常用的是什麼 常常用的是 比較 簡單的 所以比較簡單 就是說 你可能 用什麼 1234 對不對 這也很常見 不然就用什麼 QWERTY ASDFD 有沒有鍵盤這樣是不是連續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有一些比較常見的你就盡量不要去犯那些錯誤 所以 好 這裡 等一下 這邊還有 你看 不要再要1234 這裡有 公開一下 你可以參考看看 你看 盡量用 密碼 最好是有包括什麼 英文的大小寫 數字再加上特殊符號 這樣會比較不容易 被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那個 提款卡 換成 晶片卡之後 密碼是從以前的 磁條的 4碼 是 提升到6碼 至少要6碼以上 才會相對比較安全 4碼的組合 比較容易 你看 密碼都是12346712345678 有沒有 這是排名比較前面的 還有什麼 比較容易記的單字啊 對不對 哎 另外呢你看看 最爛的密碼排名25名 直接寫 PASSWORD 也有這種人有沒有 你看這個 APC123也有啊 因為是不是都連續的 然後你QWERTY 這就連續的嘛 好 所以 真的 不要讓他 這些名字再出現在上面 就太簡單了 就容易被拆 就容易被拆 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進來了 有沒有 這個 互動的 對不對 那 你今天如果你想要看什麼 這個是 股價的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看你的 消化系統 你可以把消化系統打開 消化系統就進來了 有沒有 3D互動的 那他還有提供這個是 你現在看到 右手邊 這個是付費功能 你如果有付費的 我還可以 直接盯到這邊 所以以後 醫生開 那個處方 有沒有 診斷 直接釘子插上去就好 好 這裡 胸骨餅有問題 哈哈哈 肺部有問題就插在這邊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了解 所謂的股價 有沒有 你如果想要看那個 呼吸系統 我就把這個打開 呼吸系統就進來了 你看這個胃 有沒有 我就可以 找看看 因為 如果你是學醫學的 你要 老是要看解剖學 不太容易 而且 現場看也 雪淋淋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也可以看S光的 也可以看什麼 獨立的 所以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一個 這個免費的 就可以看到 那他這邊還有一些情況 什麼情況 就是說 如果消化性潰瘍 還是什麼 是哪幾個有問題 他會把相關的疾病把它列出來 只是現在 有點可惜不能翻成中文 就Google翻譯沒辦法直接幫你翻了 現在這個版本 所以 像這個你看 Liber 這就乾嘛 對不對 你還可以發音 他會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 這樣大概了解 所以 在那個Google的Play上面就是有這些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蠻好玩 當然也有一些提 就是跟 實用工具類的 所以有興趣你可以玩看看 好不好 OK